就站在我二姐房門口一直這樣 結果瞬間就有一個人臉這樣子 這樣子喔 真的假的啊 真的 他就這樣蹦我 而且他動我這半臉 就是他是這樣子在我這邊 然後我嚇到我直接衝過去 就這樣打過去 我跟你講他是那種就是 眉毛都是很黑 然後眼線也很黑那種 臉很白 很可怕 超可怕 昨天在回家路上罵了一句髒話 結果他腿上出現那個 紅紅一點一點 你知道那一點一點排出來是一個 女生低頭然後長頭髮 屁勒 我發誓這是真的 然後那時候我原本想要拿手機拍 但是我怕他跟著我 所以我就沒有拍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威 我是喬治 今天這一集呢我們終於要來應景了 我的頻道從來沒有應景過 我們要來聊聊中元節 中元節 我其實有靈異體重 你說真的假的 我說真的 你不知道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們還是要先說 我們等一下講的事情 不相信的人就聽聽就好 就當作聽故事 然後我們沒有任何就是惡意 然後希望不要冒犯到這裡的一些 我從小就一直可以看到一些別的東西 是很清楚的看到 那時候媽媽都不相信我 後來最後媽媽相信我 是因為就是去了一個酸民室那邊 然後那酸民室就說 你這個小孩他是可以看到那個東西的 嗯 然後 然後他才幫我改名字 如果真的有那種東西 你會有什麼感覺 哦 我跟你講這分兩種 就是一個是你眼角看得到 從眼角看 然後你看到一個人 然後一個是你正眼看他就在你面前 好 等一下 有雞皮疙瘩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小時候的時候呢 因為我家一樓是做生意的 然後做生意的話 就有很多人在一樓就是走來走去 我也不以為然 然後我常常在我家樓下一樓 就會看到一個女生 是穿紅色旗袍 但是不是利鬼 他不是利鬼 然後他永遠都會在我家辦公室裡面出現 然後我都沒有覺得他是那個世界的東西 因為我太小了我就覺得很正常 因為樓下本來就有很多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女生很奇怪 是因為他都會忽然出現 然後又不見 他不會在我眼前不見 他可能是我 例如我轉頭做不見事情 我回來他就會不見 而且我們家 我爸媽從來沒跟他講過話 我就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他會看我 他會走到我旁邊看我 而且我會跟他就對看 可是他沒有要傷害我 他完全就是只是看我而已 然後他也不會說話 他不會說話 我沒聽過他們講話 反正就一直到這樣 然後到後來我長大 但是我心裡已經覺得他好像就是那個 的東西 然後我在看到他的時候 我在沙發上 我還記得我就躺 我坐在沙發上 然後躺著 就半躺在沙發上 他就這樣走過來 走到我的就是這邊 這個位置 然後由高往下 然後這樣看我 然後我就看到他之後 我就馬上就這樣 閉眼睛 裝睡 很假 就是小朋友很假 因為我太害怕 我想說他就是那個東西 然後結果我再睜開眼睛 他就不見了 從此以後就再也沒看過他 那也蠻奇怪的 因為他知道我怕他了 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好的 他也沒有想傷害我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 心思一念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吸引到不好的東西 反正那時候我已經國中了 我已經改名字囉 我已經改了 那時候我跟我三姐吵架 我就跑去我二姐的房間門口 一直罵我三姐 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生氣 但是有無數發現 就跑去跟另一個人說 啊他真的很急車什麼什麼 可是我那時候講的話都是講什麼 他真的很賤耶 他怎麼不去做妓女 我講這個我國中說 你怎麼不去做妓女 太嚴重了 對 我國中說嘴巴很壞 然後我就站在我二姐的房門口一直講 結果瞬間就有一個人臉這樣子 這樣子喔 很怪 真的假的啊 真的 他就這樣 這樣蹦我 而且他蹲我這半臉 就是他是這樣子在我這邊 然後我嚇到我直接衝過去 就這樣蹲過去 就你有感覺 有看到他 就是他蹲我 就是我在罵人 我在罵髒話 然後罵我另一個姐姐 然後他可能 我覺得他會不會是妓女 可是他可能身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一直講那個話 所以你看了說他的心 就是一個人臉 就像你看到我的女生 而且他是很兇的蹲我 而且他不是遠遠走近喔 我之前小時候看他可能都是遠遠的 然後走近 他是直接已經在這裡 他我看到他已經在這裡 超兇 然後穿過你嗎 對啊 對啊我衝過去 而且我跟你講 他是那種就是 眉毛都是很黑 然後眼線也很黑那種 臉很白 很可怕 超可怕 很可怕 這個很可怕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其實我看到 我不知道他是 他是靈 因為我就說我不會覺得他是一個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 對啊因為我那麼小 他就只是會出現自覺 他為什麼常常出現在這 又不見 喔我跟你說後來我怎樣就看不到 但是這個大家可以自己聽聽啦 就是如果你們不相信的話 我也沒有要怪力亂神 就是我剛剛有說就是 我用轉名字的方式 可是我後來還是看到 是知道我媽媽信了基督教 就是信了上帝 然後媽媽就幫我禱告 就是說我小朋友有這個能力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神給我的能力 就是可能每個人都有一些不同能力 然後有這個能力的人 他其實都是有使命的 我覺得不少人有這種體質 有這個體質的人應該都是 就是有什麼事情就是你有個工作要完成 不知道我幹嘛給你這個 對啊所以他們應該會想要你幫忙 對 可是你都沒有 因為我承接不住 我覺得太可怕了 就是我自己都被瞎瘋了 然後我媽就跟上帝禱告就說 我這個小孩有這個能力 但是他很害怕 就是他承接不住 可不可以把這個能力管起來 結果我就看不到 從此之後就沒有 對我不是敢 到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一點感覺 感覺還是有 對可是我再也就是沒有再看到那麼清楚的靈體 真的很可怕 剛好可怕 對啊 然後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大家會不會有人不相信 可是就是 就是我後來我家人 就好啦後來我媽媽過世 就是隔了很久以後我媽媽過世 然後我媽媽過世的之前 他又插一個乳液 他過世的時候 他身體是有一個薰液草乳液的 反正我就進去我媽媽過世那個房間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我媽過世不到一個月 我就進去就是你知道 有時候會想念這個人 然後就看他的東西啊 然後看了看之後 忽然間我就聞到那個薰液草的味道 我媽媽離開的時候是那個薰液草 而且是忽然間 然後我還就是想說 怎麼會有薰液草 然後我走過去那一罐薰液草的乳液 我走過去 我確定我想說 就是這個味道 我很確定我媽媽走的時候是那個味道 我走過去 把薰液草的乳液還特地這樣打開 要靠那麼近你才可以聞到 就像可以 靠那麼近你才聞到 我說確定這個味道 就我慢慢回來 而且我覺得我媽媽那時候心裡強說 你不是說你這小孩看得到嗎 回來 我覺得如果有一天 我可能真的比較有膽量的時候 可能可以跟神再禱告回來 就是 可以把它打開嗎 對啊 就是應該可以吧 就是如果他 你天生有這個 我覺得每個人 打到這個世界上應該都是有不同的使命 每個人不一樣 可是有些人可能還沒發現自己的使命 或者是說有些人可能他對某動物 或者是對什麼特別有責任 他就是可能來照顧什麼流浪狗 寵物溝通室 我跟你講我現在耳鳴 靠北 你做真的假的啦 對 所以你耳鳴就是代表好了 不是我有時候講這種東西就會 真的喔 對 就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覺得是好的 我自己覺得是神的東西 不是不好 而且我剛剛是講到 我剛剛最後講的節是好的 對 各位然後最經典的來了 這個 我從小就會一直做一個同樣的夢 然後那個夢的場景 就是我只會看到我的視野 我的視野就是我的腳在走路 我在走樓梯 而且那種樓梯是那種很老的石階梯 我在往下走 而且我走得很快很緊張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走得很快很緊張 然後這樣 然後我走到某一格的時候 我一定會跌倒 我一定會在哪一個跌倒 然後我一跌倒就會直接睡覺 我直接這樣起來 嚇到 對 可是我從小到大 可能到大學都還會夢到 可是頻率有越來越減低 就是可能我小時候 可能三天兩個就夢到 然後後來就是越少越少越少 然後我就說我每次在那一格 我就一定會醒起來 可是後來有一次 就到我長大 像這幾年吧 有一次 我跌倒之後沒起來 我終於看到我沒起來之後的世界 因為我跌倒 我趴在地上 然後我頭抬起來 然後看到 就是這一片 我還記得是這一片 有個女生 誰 看我 就是那個在我家那個女生 我後來覺得就是她 就是我覺得她有眼熟 可是我不知道她是誰 可是我必須說這個我不確定 只是我感覺 她是同一個女生 因為她也是穿紅紅的 就是很友善的 她是很友善的 她是很友善的 跟我小時候看到那個好像是 好像是同一個 因為你記憶有點模糊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有前世精神 會不會是我真的上一次認識的人 然後可能我這一次 我投胎到這裡 然後她可能還記得我 她就來看我 欸你現在投胎到人家 然後因為她真的沒有 對我完全沒有惡意 她常常就是出現來看我 然後就不見了 這妳忘記她了 我忘記她 就可能妳上輩子的 我覺得 認識了 可是基督教很多人是沒有上輩子 前世精神的這個邏輯 所以這只是我的想法 我沒有代表基督教 那妳的想法都蠻正向的 真的嗎 對啊 因為通常遇到這種都是 是不是 自己做了什麼事 還是去哪裡 然後卡到這樣 對通常都會這樣 可是妳都會覺得他們都是 就是善良的 對啊 只有那個人罵我是 就是她的 那是 因為那是妳罵髒話 對 欸真的是不能講髒話 為什麼 髒話不行 因為我有一個故事就是關於髒話 欸妳在華岡都沒有看過嗎 我在華岡沒有 可是我很多人說華岡很硬 華岡那時候已經關掉了 那我來講一個就是在華岡的故事 真人真事 我親眼看到 華岡的路上不是有一條 龍樹下 有個大龍樹 那很多人就說那個 欸我聲音在抖 龍樹下很容易聚音嘛 對 然後我們班上有個女同學 走在那個路上的時候 就隨口罵了一句 三字經之類的 好 然後隔天 早上她到學校 她就跟大家講 說她的 腿上 就大概大腿這邊 妳有沒有抓癢抓很久之後呢 會有一粒一粒紅紅的 我知道 對 這是真的 我就去看她的腿 她說 她昨天在回家路上罵了一句髒話 結果她腿上出現那個 紅紅一點一點 你知道那一點一點排出來 是一個 女生 低頭 然後長頭髮 屁勒 我發誓這是真的 然後那時候我 原本想要拿手機拍 但是我怕她跟著我 所以我就沒有拍了 但是我真的是親眼看到我發誓 然後他們還找發誓 去他們的宿舍幫忙 去掉 對 然後那時候 她就問那個我們班的同學 她說 妳是不是在那個路上 有亂罵髒話 喔 發誓講的 對 發誓講的 然後她說對 然後結果那女人就跟著她 看超可怕 我真的那時候真的 原本想要拍下來 結果我沒拍 因為我們是讀戲劇系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我們自己的小劇場 然後大家都知道劇場是很封閉 不能有光進來 因為要夠暗 要打光什麼的 所以有些技術人員 他們在那之前 都會先進去加燈 加燈不是要爬樓梯嗎 然後我們就有個學長 他就爬樓梯往上爬 然後他往上爬的時候 他忽然間 往下這樣倒退 就是同學在下面 他就這樣倒出來 他才要下去 然後人家說你幹嘛倒出來 他說因為有一個人 這樣子倒著爬下來 幹什麼 真的 你自己問他 真的啊 真的假的 對啊 喔幹 可是這個 我不是當事人說 大家會覺得可怕嗎 這應該會直接掉下來吧 對 他還可以這樣 那時候我在 你有被鬼壓床的經驗嗎 嗯有 可是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 就是有人說是科學 就是神經不足 那一次真的很明顯 就是我在外面住 我出去玩 我在外面住 然後我就睡一睡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眼睛突然張開喔 然後可是我一直想要動 動不了 對 很像你手麻了 沒有辦法控制那種感覺 我是動不了 然後我一直講話 講不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一直這樣 就 講不出來 完全講不出來 然後你看得到房間的所有東西 可是你身體就沒辦法動 然後我就心裡一直在罵髒話 因為我是聽說罵髒話給人去 對 然後我心裡一直在罵髒話 罵髒話 可是我沒有罵出來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一個 白色半透明的臉 真的 我跟你發覺這是真的 然後我就看他 往我這邊衝過來 就直接衝到我的臉裡面 然後我就可以動 我就馬上爬起來 是上帝嗎 光 應該不是 我沒有那麼的光 真的是一個人的臉 就是半透明的 很像一個霧媽 直接然後就衝向我的臉 然後我才能動 然後我馬上測睡 因為聽說正睡比較會被壓 所以我馬上測睡 超可怕 應該是天使 是天使嗎 我覺得吧 謝謝你 爸剛剛幫助你 忠元姐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集 然後不要被我們嚇到 我是相信都是 神都會照看我們每一個人 我覺得心存散念應該都還好啦 對啊 我們等一下還有下去 我們下面現在一堆人在拜拜 對 在吸那些人我們 好可怕 對啊 沒事我們沒有樂意